字幕提供 Show Happy, 今天又有群頓 還有Abella良游嘉 Hello, 大家好 很久不見 真的很久不見 真的真的多久不見呢 我就不能說說 但你在香港樂壇失蹤了 差不多五年六年的時間 有啊 我聽到Abella說要出來唱歌 再看一看新闻 她结了一分有BB 快要生了 但是奇怪 预产期就很快到 一月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出歌 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没有想过 但是呢 这首新歌《有种伤害叫无心》 其实一直都是今年出的 但是 没有想过 新歌会撞上B 但是又不想被B 搞乱自己的计划 是的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年 不出这首歌 可能生完BB再出 或者已经是最快 就是调理好身体 那些已经是夏年年中 甚至年尾 就是要看当时的身体状况 所以 其实现在还好像身体应付到 那不如也出吧 因为我又不想浪费了自己 这首歌团队的心血 因为我自己 一些私人问题而延误了 但是其实这个 所谓的comeback 这个计划 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起的呢 呃 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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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年 16年 是的 16年 我再追回看 你Facebook 好像17年就录音的年尾 是 是 是 16年年尾 你开始想 17年 一年之后就录音 到18年年尾 你听到了 其实 一首歌经历了 是的 不怪这个计划要先出 是的 因为当时 自己很少时间在香港 之前 去了北京 那 后来 因为受伤 颈椎受伤 关节而为 都休息了一段时间 因为当时真的没办法工作 每天 起床一抹大眼 第一个感觉就是 痛 只有痛字 头很痛 完全是 尊心不到工作 到好一点的时候 我就和其中一位监制 Kent C 就说 其实 虽然都离开了 可能乐坛几年 没有派歌 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做一首广东歌 就开始16年的时候 跟Kent C商量这件事 后来Kent C也有提议 不如我们今次找一些 未合作过的班底 邀请了扎日生 帮我们写这首歌 那时是16年开始 那时就是 有个想法就是阿芳 但我想做一首广东歌 那其实是纯上是因为 对这个广东歌的喜爱 对自己唱歌的那条引起 还是什么呢 因为我去北京拍摄之前 都出过一首歌 叫做 好久不见 但也是国语歌来的 而其实好久不见这首歌 是没有派过上电台 没有派台 纯粹是我们一大班朋友 做完就放上网 大家分享音乐 如果你不计好久不见的话 就更加久了 就觉得 好似自己很久没唱过广东歌 还有一直在北京 不断说国语 都很想唱自己语言的歌 所以如果再派歌出来 当然要做广东歌 是想着唱歌的 但是自己 是想着唱歌的 因为始终自己也是歌手出身 所以都想继续和大家分享我的音乐 今次这首歌 就找了Christopher去射曲 接着还有直夜的《慈》 很厉害的班底 接到这份曲 和《慈》回来 要上去做这首广东歌 一七年尾就开始录音 做制作的东西 为什么要教一年才听到呢 因为其实这首歌 我们现在大家听到出街的版本之前 我们试试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很多不同的唱法 不断去调整 所以我们不是说 一个星期就录一个版本 不是这样的 经过一段时间再修整 广播剧 없는画 content 也不是这样的 想改一改 至于做混音之下 但可能录音 arguments 可能便觉得这首唱法a 做好一点 所以啊 如视者就 去这首歌 最是最適合的歌 现在这样的 Morris 是在2018年4至5月左右錄的 即是中間一直一直錄錄 錄到5個月 是的 不停錄 因為都要遷就大家的時間 現在大家聽到這首歌 其實當初你接到這首歌 接到這份詞 你不斷試不同的取向去唱 其實這首歌對你第一個感覺是甚麼 很不同 跟自己以前的風格 因為以前梁又嘉的歌 可能大部份大家聽到 少女一點 開心一點 輕快一點 當我收到Christopher的歌曲時 就覺得這首歌很成熟 跟以前自己的歌很不同 亦都因為經歷了幾年的時間 所以聽的時候 如果我以前的梁又嘉 唱這首歌 未必是這個感覺 聽的時候也未必那麼有感覺 但自己一收到的時候 就覺得我就是想要這類型 讓人看到梁又嘉這幾年成長了 我覺得這首歌很貼合我想要的感覺 即是可以給一些內心氣出來 可以多一些成熟的想法在歌裡面 因為這首歌未必是大家一聽 覺得是很K歌 或者聽一次就可以記了船 我明天唱K可以去唱 就不是這首歌 反而是越聽越有味道的歌 其實歌詞也很難記 唉 很難記 因為我是先收到曲 之後再收到直爺的詞 當我第一次跟著那個詞去唱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難 當然這個詞是很有層次感 很有深度 但當我還未鑽研這個詞是說什麼 我一看就覺得很長 怎樣記啊 到唱Live的時候怎麼辦 然後這份詞你跟直爺有沒有溝通過 沒有的 這份詞 因為其實為何會找到直爺填這份詞 其實是Christopher拉入的 而Christopher也沒有特意給一個主題 給直爺說我們想要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不想有一個框框 即是框死了 創作 反而我們會覺得 如果我們放開手 讓直爺自己去填 以他思維去填 得到的驚喜反而是更多 還有我會覺得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不需要給框框 即是這個project 那我會覺得不論Christopher拉 Kensi拉 直爺他們的人生的樂力 和音樂奏位一定比我高 他們給我的東西 我一定會高於自己去想一些東西 給他們去做 所以我其實很期待他們給我的東西 當初只想走一位 可以笑著 談情倫外 可惜不是你 爭取的犧牲的者 等價對換 無人違法 所以犯不著生氣 輕恨我歌 我愛你好 再換新勇氣 然後那兩個 夠志氣 對所有人妒忌 在乎或是我放棄 它類似等經濟 同樣能叫我再痛也 痛快地 相信鐵利 這首歌 《有種傷害叫無心》之後 另外還會有一首歌 買個關子才歌名 做了 做了 都已經錄了 另外一位監製 都是《有種傷害叫無心》 這首歌的監製 Kensi幫我做 但是這首歌 我想可能要 真的等到下演 才有機會滅世 讓嬰兒出生 令休想好 就可以出來見人 Ready 那首歌就可以 第二個嬰兒出生 是的 即是說 這次出來 暫時知道有兩首單曲 那是否繼續玩下去呢 我其實 這個問題也挺好 因為 我自己是很想去 繼續在音樂方面 和大家分享 但是 真的要看回當時的心態 嗯 做了媽媽可能有不同 我不知道時間方面 怎麼兼顧 可能都要請教一些 做了媽媽那些歌手呢 就是 我可以 就是 怎樣是最好呢 或者 可能到嬰兒 哪一個階段的時候 可能你會有空一點 這樣就可以兼顧到 因為 我又不是很想 隨隨隨隨 出一些歌 就是為了應付而做 那樣 即是 你做一首歌 你都要全身投入 好像 大家現在聽這首歌之前 可能我們都已經經歷了 年多兩年時間 很多不同的版本 所以 都要看看 到時 那個 時間上的安排 我覺得 如果出單曲 應該會比較容易 但你說 如果大碟 就真的要一個 很長的鋪排 那現在就 宣傳這首歌 然後等一月 寶寶出生 好好享受 做媽媽這個感覺 那下次見你 就可能真的 下年年中了 第二首歌的時候 再和你聊天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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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